来一项卫生所为了提倡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特别选定在南河村 于6月21号举办103年来一阿里 健康生活五部曲序列活动 并且以健康及路跑为活动主题 全程来回有6公里 结合健康亲子游戏的模式 鼓励全乡的民众应该要多到户外走一走 倡导健康生活的概念 推动健康部落活动为主轴 路跑我们是有带一点比赛性质 但是健康就是没有 健康就是让所有大大小小都可以参与 路跑是有比赛的性质 前十名有奖品 主要是鼓励大家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 活动由来一乡长廖之强带头宣誓 将遵从健康生活公约开跑 让来一乡营造健康生活部落 健康生活公约有每天吃足五份蔬果 拒绝烟害 拒绝烟害 拒绝烟酒不干杯 天天量体重 其定期休闲运动的精神 就可以轻松拥有健康的生活 每天吃足够出国 二 二 拒绝烟害 拒绝烟害 三 三 拒绝烟酒不干杯 拒绝烟酒不干杯 四 四 定期休闲活动 定期休闲运动 天天量体重 宣誓人 宣誓人 每个人的名字 这次活动现场安排 卫教宣导活动 吸烟者一氧化碳测试 减重报名 卫教丹专海报展示等 邀请民众参与 并且设置了健康站 提供式矮筛检及X光检查 参与建走路跑活动的选手 年轻人表现不错 其中获得冠军的林子琪 是南河村的选手 她说成绩表现还好 从国有就是练 练体育的 我之所以能够轻松拿下这个第一名 就是因为平时都在运动 对啊 就是 不管在部队 或者是放假 在家里 有空闲就是运动 所有的运动也是运动 没关系 再努力 另外建筑队伍里面 也很多夫妻党 或模拟党之类的 连正胜议员就在其中 今天我们乡里面办了这样一个 健走的活动 慢跑的活动 我觉得很有意义 可以让自己更健康 这个往后我们都要 办理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更健康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参与 来共享盛举 这个风气建立起来 让每个人都知道 运动对个人的这个养生 跟健身是要保持一个长久的 就是常态的运动 运动是变成它生活的一部分 人要健康要活就是要动 我想重点目的也在这里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 看到我们部落的族人 慢慢的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观念 还蛮好玩的啊 就是带动全民健康的概念 然后因为平常在家里 可能比较没有运动 刚好这次机会就是 一次大流汗排毒 对这活动很好 希望可以继续搬下去 我们有跟这些八十多岁的 一起走还可以照相 算不错了 我们这次搬得不错 大家都很容易 好 加油 不仅明是纯粹为运动而来的 占大多数 他们认为劳动之余 出来运动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们是工作在外都很久 都是一直劳动 可是我发觉这个运动不错 加油 希望继续努力 加油 其中最特别的队伍 应该是南河老人关怀战的 因为他们人手一辆带步车 他们认为出来呼吸 新鲜空气很不错啊 你几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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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当天说有一阵墙降雨 但是当时已经是在室内办活动 所以整个系列流程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室内活动包括了大声工亲子游戏 劫持咽冰酒 活药老化 减盐 肥胖防治 其应照生活化运动部落 宣导活动 让民众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宽度健康活力的价值